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視野 我是劉昕 2月11日 星期六 一架美國戰鬥機在加拿大育空地區 擊落了一個不明飛行物 這是一週以來美軍第三次擊落入侵北美領土的物體 不過 拜登和特魯多政府都沒有發表評論 指明這個不明飛行物來自哪個國家 那麼 他們密而不宣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與此同時 著名記者上週三 披露北溪管道被炸的消息 正在德國發酵 德國總理奧拉夫·舒爾茨被架在烤爐上 2月8日 普利策獲獎者、資深調查記者西摩·赫什 在獨立網站上發表文章 爆料拜登政府下令中央情報局 策劃炸毀了俄羅斯和德國之間的北溪管道 星期五 德國選擇黨AFD代表馬庫斯·弗朗邁爾 召集德國聯邦議院舉行特別辯論 他說 如果襲擊來自北約國家就越過了紅線 我們需要知道誰是襲擊北溪管道的幕後黑手 德國選擇黨也稱另類選擇黨 是德國保守主義政黨 成立於2013年4月 是德國的一股新的政治力量 該黨以拋棄歐元為核心目標並重啟德國馬克 在德國民意調查中有超過四分之一的人 支持這一政黨及其主張 隨後 該黨成員迅速增加擴大 在2017年德國大選中贏得了12.6%的支持率 也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 首個進入議會的民粹主義政黨 2021年 支持率擴大到15% 佔10.3%的議席 在北溪管道被炸毀之前 德國大約55%的天然氣來自俄羅斯 而在管道被炸之後 德國被迫減少對俄羅斯能源的依賴 對俄羅斯的制裁 也從猶豫不決變為堅決 但自身的經濟也陷入困境 百姓冬季共暖也受到影響 2月10日星期五 德國選擇黨代表 弗朗曼爾說 現在差不多5個月過去了 一種可怕的懷疑出現了 有人說北溪管道是被我們的盟友襲擊的 有指控稱 梅利堅和中國和挪威王國 計劃並實施了對北溪的襲擊 他說 對德國基礎設施的爆炸性襲擊 意味著已經越過了紅線 《北大西洋公約》第五條規定 締約國同意 在歐洲或北美 對他們一個或多個國家的武裝攻擊 應視為對他們全體的攻擊 對北溪管道的攻擊 就是對德國的攻擊 從而也是對整個聯盟的攻擊 弗朗曼爾說 如果是盟友攻擊了我們的關鍵基礎設施 作為任何聯盟基礎的信任都將被摧毀 不過 他也說 我不排除是美國和挪威炸了北溪管道 我也不能排除是俄羅斯炸毀了北溪管道 實際上 我不能排除任何可能性 但是 德國人民有權知道是誰襲擊了我們 他說 我們必須揭露真相 所提出的指控必須得到充分和徹底的調查 我們需要知道誰是這次對我們國家的陰險襲擊的幕後黑手 以及誰幫助了這次襲擊 在五分半鐘的演講中 弗朗曼爾表示了 對美國政府的不信任 他說 白宮和中央情報局否認了這些指控 但是我們知道 你有多信任美國情報機構 回想一下愛德華·斯諾登的爆料 他揭露了德國總理默克爾被美國國家安全局且聽 同時 弗朗曼爾對現任總理奧拉夫·舒爾茨也提出了質疑 他說 為什麼在北溪管道爆炸137天之後 作為國會議員 我仍然不知道是誰幹的 因為在這137天裡 我們的政府什麼都沒做 一點都沒有找出是誰幹的 對這次徹底失敗的最善意的解釋是 我們的政府由疫情沒有人把他們當回事的無能傻瓜組成 莫斯科沒有 華盛頓沒有 奧斯陸也沒有 奧斯陸是挪威首都 弗朗曼爾說 在最壞的情況下 這意味著完全不同的東西 這個政府沒有興趣找出誰做了這件事 這個政府隱瞞了真相 這個政府的行動不是為了德國的利益 而是為了其他國家的利益 弗朗曼爾說 不幸的是 有足夠的證據支持這一假設 2022年2月 拜登在與總理舒爾茲 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宣布將終止北溪項目 說爾茲說了什麼 什麼也沒有 下面我們再說說美軍戰鬥機在加拿大上空 擊落不明飛行物的事 2月11日星期六 當地時間下午4點50分 加拿大預空部分地區的領空被關閉 美國出動F22戰鬥機使用M9X導彈 擊落了一個不明飛行物 5分鐘後 加拿大總理賈斯丁特魯多證實 他下令擊落侵犯加拿大領空的不明物體 當天 特魯多發推說 我下令擊落了一個侵犯加拿大領空的不明物體 北美防空司令部在預空上空擊落了該物體 加拿大和美國飛機緊急起飛 一架美國F22成功向該物體開火 週六晚些時候 白宮證實 特魯多和拜登授權擊落飛機 特魯多表示 他與拜登進行了交談 加拿大軍隊將領導打撈工作 週六 五角大樓發言人賴德轉將在一份聲明中說 週六被擊落的物體是前一天晚上 在阿拉斯加上空首次被發現的 他說 兩架F22猛禽戰鬥機 在阿拉斯加空軍國民警衛隊的幫助下 監視了該物體 密切跟踪它 並花時間描述該物體的性質 北美防空司令部NORA早些時候表示 他們正在監測加拿大北部上空的高空飛行物 阿拉斯加和加拿大的軍用飛機 在該地區執行任務 北美防空司令部是美國和加拿大的兩國組織 負責北美地區的航空航天預警 航空航天控制和海上預警任務 五角大樓在聲明中說 今天 隨著該物體進入加拿大領空 監測工作繼續進行 加拿大CF18和CP140飛機加入編隊 進一步評估該物體 一架美國F22使用M9X響尾蛇導彈 在加拿大領空上擊落了該物體 萊德在聲明中還說 隨著加拿大當局開展打撈行動 幫助我們兩國更多的了解該物體 聯邦調查局將與加拿大皇家齊景密切合作 當天 加拿大國防部長阿尼塔·阿南德在推特上說 他已經與美國國防部長勞埃德·奧斯汀 討論了這一事件 並重申 我們將永遠共同捍衛我們的主權 這是一個星期內 美軍第三次在北美領空擊落物體 2月4日上週六中午 美國戰鬥機在南卡羅來納州擊落了中共間諜氣球 2月10日上午 美國戰機在阿拉斯加上空擊落了一個不明物體 實際上 門大拿州議員馬特·羅森德爾星期六晚上說 另一個神秘的空中物體仍然在門大拿上空 國防部對他做了簡報 這是最近一週內發現的第四個氣球 羅森德爾說 美軍戰鬥機緊急起飛 阿富爾上空的空域於晚上7點50分關閉 大約50分鐘後重新開放 阿富爾位於加拿大邊境以南30英里處 有1萬人口 他說 當時他正在門大拿州哥倫布市 參加一個林肯里根晚宴 他告訴福克斯新聞 我一直坐在這裡 國防部打電話給我 開始向我介紹情況 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 羅森德爾向軍方澄清 這實際上是第四個氣球 並要求國防部星期天上午繼續搜索 不過 對於後面兩期事件 拜登和特魯多政府 都對神秘入侵者保持沉默 而在星期六晚上的新聞發布會上 加拿大國防部長在讚揚了這次聯合行動之後也說 在這個時候猜測這個物體的起源是不謹慎的 目前 美國和加拿大也都沒說明 星期六積落的不明物體 與星期五在阿拉斯加上空被積落的不明物體是否有關 也沒有說明這些不明飛行物與上週六 被擊落的中共間諜氣球是否有關 那麼 這些不明飛行物究竟來自哪裡? 我們分析一方面 這些不明飛行物可能與中共有關 美國國防部說 他們已經監測了一些時間 並最終用對付侵略者的做法將其直接擊落 這至少可以說明這些不明飛行物不是來自盟友 很可能來自敵對國家 並有相當先進的航空技術 比如中共或俄羅斯 就在星期六積落不明飛行物之前 安全消息人士曾告訴加拿大環球新聞 北美防空司令部正在監視 至少一個新的空中物體 可能是一個間諜氣球 據福克斯新聞報導 這個神秘物體在事先沒有被發現的情況下 成功地穿透了美國領空 另據CNN報導 飛鏡塔的飛行員 對所觀察到的情況給出了不同的報告 有人說它干擾了飛機傳感器 這估計不是一般的飛行物 中國問題專家《中國即將崩潰》一書的作者 張家敦在分析這起事件時 也暗示了可能與中共或俄羅斯有關 他說 最近這波空中入侵 可能是全球衝突破在眉睫的先兆 他說 這可能是更大事件的前奏 有人試圖破壞我們的穩定 分散我們的注意力 張家敦說 北美領空發生混亂的時機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周年紀念日就在幾天之後 似乎不僅僅是偶然的 中國和俄羅斯在合作嗎? 我認為 我們不能認為這只是巧合 拜登需要告訴美國人民 我們需要動員起來保護自己 中共正在動員起來參加戰爭 另一方面 美國戰鬥機機落不明飛行物 其果斷超過了以往 應該和目前的美國政治形勢有關 在過去一周 共和黨人抨擊拜登政府 對中共間諜氣球的處理反應遲緩 稱他對領空入侵的巨大變化 反應是處理不當的證據 眾議院甚至要發起 對拜登處理氣球事件的聽證會 而在2月9日星期四 美國眾議院以近年來罕見的419票贊成、0票反對 一致通過一項決議案 譴責中共派遣偵察氣球 無恥地侵犯了美國的主權 第二天 美國就在阿拉斯加上空 積落了一個不明飛行物 不能不說拜登政府的行動 受到了美國國會的政治壓力 以及民間憤怒情緒的影響 最後 我們再來分析一下 拜登和特魯多政府 對不明飛行物來源三減其口的做法 背後的關鍵原因是什麼? 大家試想一下 如果這個物體來自俄羅斯 拜登政府估計早就會說 這是制裁俄羅斯的又一個藉口 但是 他們不說 很可能與中共有關 為什麼來自中共的飛行物 拜登政府就不能說了呢? 一方面 拜登在壓力下 不得不擊落中共間諜氣球 其實並不是他的個人意願 而是形勢所迫 一週前2月4日 美軍戰鬥機在大西洋上空 擊落了中共間諜氣球後 引發了華盛頓和北京之間的外交風波 而這並不是拜登希望看到的 2月9日 拜登在接受Notices Telemundo採訪時表示 不認為中共間諜氣球在飛越美國一週後 在大西洋被擊落是政府的重大安全漏洞 他說 這不是重大的違規行為 我的意思是 這完全違反了國際法 這是我們的領空 一旦它進入我們的空間 我們就可以對它做我們想做的事情 不過 拜登同時也表示 一直尋求與中國保持溝通 不允許與北京的緊張局勢失控 而實際上 在1月28日 中共間諜氣球被發現後 在媒體沒有曝光之前 拜登首先與中共駐華大使館進行了接觸 並安排國務卿布林肯訪華 只是沒想到 門大拿州的地方媒體曝光了氣球事件 拜登不得不取消了布林肯訪華 並在一個星期後才擊落中共間諜氣球 其背後的原因應該與氣候議題有關 而有關提早擊落會對地面和財產造成安全風險 其實都是藉口 據媒體報導 拜登政府急於在氣候議題上 尋求北京的支持才安排布林肯訪華 如果大家對拜登政府 失明於氣候議題還不太理解的話 我們從拜登的國情諮詢中也可以解讀出來 具體的大家可以參考我們的第920期 《拜登國情諮詢》的節目 下面我們再從另一個角度看看 拜登最關心的話題 2月10日 巴西新當選的總統魯拉訪問白宮 在持續約20分鐘的談話中 魯拉強調了兩點 一是捍衛民主 二是正式氣候問題 會議一開始 魯拉首先感謝拜登 在她去年勝選後祝賀她 並投其所好地說 拜登在美國國會發表的《國情諮詢》演說 同樣適用於巴西 魯拉強調了氣候變遷下環境保護問題的重要性 她倡導林森林砍伐政策 主張捍衛亞馬遜就是捍衛生命 拜登也強調 兩國是應對當今重大全球挑戰的天然夥伴 特別是在氣候變化方面 所以我們從中可以看出 拜登不提被擊落的不明飛行物來自中共 很大的可能性不想破壞與中共的關係 希望在他癡迷的氣候問題上得到習近平的支持 好 今天就說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訂閱、點讚和分享 謝謝大家 我們下期再見 歡迎收看